大同之志 中国人将大同之志 不是理想 为什么呢 曾经出现过 在上古时代 有 顺与 大同 李渊大同 那就是那个时代 亡起之后 这下上主 这才 这个帝王才传自己的 子孙 变成家庭下了 所以 在 圣人 所说的 小康 小康是在讲 我们看起来 也是圣事 所以 一切 成就 离不开 教育 那么今天 我们把中国传统教育 疏忽了 样样样都学外过了 我们的亏 吃大了 今天中国人这么苦 这是不应该的 真正原因在哪里 原因是把我们传统 丢掉了 外国人非常想把中国传统 找到 他们去做 哪个地方做 那个地方 长治 救难 在今天的社会 真的要好好的修养 品德 天然灾害 这个不能避免 也是业力感召的 科学家的说法 跟佛经上讲的一样 真正能够修养自己的品德 你的身心健康 你居住的环境 少灾少难 为什么呢 尽随心转 这个被现在科学证明了 科学家呼吁我们 对峙地球上的种种灾难 改变心态 那我们心态改变了 环境就改变了 所以在今天 佛法的教育显得特别重要 因为它更固许 逐渐逐渐地 结归了 阔学证明了 佛法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二三十年之后 就像从前 爱因斯坦所说的 它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 能够跟科学相应的时候 它只有佛教 我想将来的时候 佛教不再是宗教了 高等科学 高等真学 大乘法里面探讨宇宙 探讨 生命的起源 生命的真相 科学就搞这个东西 佛法讲 诸法 实相 那佛法所用的 用的这个方法 用禅定 深深禅定 限量境界 它不是碧量 那么科学家 用精密的仪器 来观察 也是适于限量境界 所以这个里面所说的 如硕修行 就是供养 真诚心去做 就是对 诸佛菩萨的供养 对一切众生的供养 对整个社会的供养 对变法界 虚空界的供养 这总说 下面 这举这个例子 投一个利益众生供养 什么是利益 财富 是利益 是不是万能的 不是的 为什么呢 对你的健康 有没有帮助 对你的寿命 有没有帮助 对你生活当中 心情 有没有帮助 佛法家 利苦得乐 你有财富 就能够利苦得乐吗 你有崇高的地位 你能够利苦得乐吗 我所知道的 有几位确实 是大富大贵 亿万财富 每一天晚上睡觉 吃安眠药 可见得他不快乐 年龄还没有我大 还小我几岁 看起来比我老十年都不值 他没有我快乐 人生在世 最幸福的是快乐 人生 只要他自己觉悟 财富不能带给我快乐 我要他干什么 高官显觉 不能带来的快乐 我也不要他 你现在的时候 要做官 那官能做吗 澳洲陆克文 跟我好朋友 他先上总理的时候 约我到坎培拉 去做客 我就访问他 跟我见面 手上拉了 比我这个杯子还大 能咖啡啊 告诉我 一天后好多杯 提精神了 每天晚上睡觉 只有五个小时 我就看了之后 我就告诉他 辛苦了 总理啊 我说现在这个社会上啊 中国人讲三百六十行 现在不止三百六十行 过行过夜里头 最辛苦就是干你这行 太辛苦了 我说反过来说 在现在这个社会 最快乐 最幸福 是干我这行 他笑起来 做了一年多 下来了 我跟他越联系 我称赞他 我说你是现代 澳大利亚的孔子 他怎么说 我看你看 孔老父子当年 做卢斯寇 三个月就被人家挤下来了 为什么 你是好人 要做好事嘛 可是你那些同僚 他对他们利益上 就产生冲突了 他当然把你排斥掉啊 我说你是孔子 你看 孔子下来之后 教书了 教学了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 把这个 这后半生 贡献 世界和平 这个工作 这个好 团结宗教 团结族群 从事于多元文化的 教育工作 就非常有意义 他很适合 干着工作 其实苦落就分清楚了 教育做好了 对社会 每一个行业都有好处 真正做到了 帮助众生 利苦的路 众生苦从那里 迷了 迷了就苦啊 觉悟了就落啊 所以 中国传统的文化 圣贤文化 宗教里面的文化 没有别的 帮助一切众生 破密开悟 手段就是教育 用教学的方法 帮助人觉悟啊 无论干哪一行 只要觉悟 他就快乐 他不觉悟 非常辛苦啊 今天晚上 我们还有两个重点的课 胡晓琳老师 给你们做报告 你看 他在以前做生意的 好苦啊 没觉悟啊 觉悟之后 你看他现在多自在啊 他怎么会一样呢 关键就在人家 救命 觉悟就成佛 菩萨 迷了就是反复 在中国 觉悟了就是神仙 迷惑 迷惑颠倒 这叫书人 所以 这个无比殊胜的事业 是神仙教育 我们天天自己在学习 天天在一起分享 你说这个生活都快乐 所以就利益众生 要看一眼 只要帮助众生 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对中国传统文化建立信心 把对中国传统文化 像古时候那种沉浸的心啊 唤醒 没有沉浸 孔老夫子来教 你也得不到理 真正有沉浸 他是个外行来教你 你都得理 这并不奇怪啊 为什么 圣人东西不是自己发明的 不是自己创造的 那来的呢 是自信里头的 只要你沉浸 那个自信里头 都希望我说涌出来 涌现出来的 老师没有成就 学生成就了 古人有这个话 清除于难 而胜于难 老师能超过 这个学生能超过老师 学生还是个反复 这个老师是个反复 学生成圣成仙了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所以这就是古圣仙仙东西 他是称信的 大于信的相应 可贵在此地 永恒不变 不能够清漫 摄受众生 供养 这个摄受在今天 就是要做榜样 不做榜样 因为今天大家脑子里都有科学 科学就是拿证据来 你没有证据 人家不相信 谁要将你拿证据 那就是做样子 那么在中国 几千年来 中国这个基本的这个榜样 就是家 所以家在中国 这个这个 社会起非常大的作用 你看修身 齐家 齐家就能治苦 就能平天下 平天下是天下太平 因为他家做好了 他是个榜样 现在中国人没有家了 从前中国人家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人口越多越好 人多好做事嘛 所以一个家庭 就是一个村庄 你说在中国过去 这个村庄是王庄 那是李庄 他一个村庄就是一家人 一般大概人口的说 三百人左右 这普通家庭 人定兴兴旺的 五六百人 人定很衰的 大概也有一年百人 所以他是社会组织 他有规矩 所以这个家道 家规 像弟子规 这是共同必须遵守的规矩 这家规 还有每一个家庭制定的 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他做的行业不相同 这些家规都在家谱里头 家谱家庭的历史 有家学 有家业 业是你家经营的事业 所以他是一个社会组织 你能治家就能治国 每一个家都治好了 所以在古时候 三百六十行 哪个行业是最舒服的 做官的 你看做官 在社会有很高的地位 也有很好的俸禄 他养家决定没有问题 我们看 一天记 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 范仲淹 范仲淹做宰相 国家给他的俸禄 他能够养三百家 他把他的丰路 养他的族人 穷困的 不能过生活的时候 他都攻击 养三百家 当然他自己很轻浮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他自己也是过他 穷秀才那时候的生活 所以他是平等 极大德了 我硬光发誓最佩服 两个人 一个孔子 一个就是范仲淹 你看范仲 到现在将近一千年 家道不衰 那孔子年千五百年 所以人好好地读书 都想做官 这个行业轻松啊 每一个这个人 都被他家里叫好了 他家有家学吗 有家规吗 都叫好了 人人是好人 所以他无论干哪一行 事事是好事 做官的没有案子吧 一个月有两三件案子 就很多了 所以你看看 四库全书 极部里头 那是文学 几乎一半 都是从前做官人写的 他没事干这些文章 做诗填词 游山玩水 他搞这个 多快乐啊 那哪有像现在这样的 现在这种做官的时候 那以前多数人才不肯干啊 怎么这么辛苦 这些道理 事实真相 我们都要了解 那么中国这个家 实在是这样 八年抗战 我们的家丢掉了 抗战之前有 我小时候住农村 一个村庄 只是就是一家 兄弟十个人 不分家 但是抗战之后呢 就没有了 就再也看不到了 这就是一家 这个大家族就没落了 都流落到外地去了 我们看到 很难过 所以这些年来 我就想到企业 常常听说企业家 企业能不能把中国家的传统 集成下来 中国不受这个家道 家规 家舍 家业 既然要能成 能够集成下来 我相信 中国还会有千年盛世出现 利用今天这种高科技 来对全世界宣扬 中国是全世界 一个示范国家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族群 都向中国学习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中国如果能有二十个企业 带头 真做出好样子了 我相信 每个人都会学习 家学就是子弟学校 在从前是四叔 学校都搬 利用祠堂 因为祠堂只有春秋祭祀 平常都没有用 所以办学都在学校 对 利用祠堂 所以我们想想 这个汤恩比所说的 他有道理 他没有看错 中国人这个潜力 现在讲软势力 那是了不起的 如果是用的妥当的话 中国确确确实实 带领全世界 走向安定阔 接世俗众生 世俗众生 要用德行 再加上真实的利益 带众生苦 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能不能做成功 关键在这一句 我们纵然富有 我们把生活水平降下来 多帮助别人 古代的帝王 这讲到上部 摇身于汤的时候 他们的物质生活都很简单 全心全力为人民富 他们真做到了 他不是自己不能享受 带众生苦 你像樊仲淹 他有那么大的收入 他为什么自己不享受 养三不得家 带众生苦 我自己尽量减少 诸威尔神念过 了凡思训 了凡思训 了凡先生做保底支线 那个地位很高 保底是直接归皇上官的 待遇很丰厚 你看他都不失 个贫困之家 自己的生活都很借鉴 家里头有四棉 冬天 夫人把四棉卖掉 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用四棉 给小孩做棉袄 太太告诉他 这四棉比棉花贵很多 卖掉之后 可以多做几件棉袄 儿子也有了 也能帮助贫穷的人 这带众生苦 自己有多余的 尽量帮助别人 不要去积蓄 积蓄 那个财 是死的 你这个财用出去 是货的 越识越多 越多越识 不能占结 需要的人太多了 贫困苦人太多 所以我希望企业的时候 能够做到从前的家的精神 企业家就是大家的 自己办有自己的学校 现在可以办私立学校 从幼儿园办到大学 如果你的企业规模大 你的员工能有几千人 上万人的 这个学校所收的 都是你的员工的子弟 自己来教 里面开伦理道德扩程 国家要求的这些扩程的时候 统统都上 把它加这个伦理道德 教学的方法 可以用中国传统的办法 教之道 归一转 一门一门的教 不用交叉方式 一门一门的教 在这个几年或者十几年 扩程全部学完 一门一门教 学生头脑里面就想一桩事情 它一点不复杂 一样把扩程都叫完 成绩肯定不一样 学生会学得很快乐 它不复杂吗 书包里面就一本书 不像现在背得好重的 那个背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时候都害怕 来世不要做人了 你看从小背那么重的书包 这可得了吧 我们以前学生小时候 念书的时候 书包里面大概就两三本书 很轻啊 有时候不需要书包 现在背那么多得了 所以办学校 办安养院 安置 我们公司所有员工的老人 你能这样做 把整个公司当成一个家庭 员工都是兄弟姐妹 真诚心相待 这是中国传统家的建设 员工 绝对不会 离开公司的 公司是他的家 他的一生 就奉献给家庭 就中国过去家一样 中国过去的人 生下来 你的一生为谁 为家 荣中药主 光大门美 家庭的荣耀啊 所以他一生 他有目标 他有方向啊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 支持他的 家支持他 家是他的后盾 最够靠的 所以中国的家庭 在古时候的学会 那个影响太大了 每一个家 学都办得好 家长 一定是勤 非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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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的 离勤 有学问 有道德的老师 来教子弟 对老师恭敬 真的是三跪九口手啊 那不是假的 我上学那个时候 还是行这个礼 我念过几个月的四书 就是假许 上学那一天 父母应该跟老师 约定好的 今天送小孩上学 在大殿上 大殿供的是一个牌位 大臣至圣先师 孔子至神位 供个大牌位 我上学 我父亲带着我 父亲在前面 我跟在后面 向孔老夫子牌位 行三跪九口手的礼 拜完之后 请老师上座 老师坐在 孔子牌位 下面有个座位 父亲 我向老师 行三跪九口手的礼 同学站在两边 在那个场合当中 那叫什么 叫尊师忠道 你看 父亲 对老师 行那么大的礼 行完礼之后 送礼物 就苏修 送礼物 这老师 收这个学生 你想想看 做老师 接受 家长 这样 恭敬 礼拜 你不认真 叫学生 你怎么对得起家长 那我们做学生 看到的 父母对老师 行这么大礼 对老师 那个恭敬心 就升起来了 怎么能不听话呢 所以老师 尽心地教 我们专心 好好地学习 每一个学生 接这个 建设 都要行这个礼 我们自己 是这样的 看到每个同学 都是这样的 同学当中 就跟兄弟 姐妹一样 有这种感情 这种感情 到一生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 私是有私道 真是有道义 老师教学 不在乎收入 不讲这个的 贫穷人家的学生 没有办法 送一点礼 给老师 老师教 还有非常穷苦的 老师还要帮助学生 送一点钱给他 送一点礼 给他 帮他养家 所以私道 在这古时候 年中人 这年中人都很穷 这穷秀才 在社会上 最受人尊敬 读书人 认真教学 不计教学费 要谈学费 那都丢人了 第二个做医生 医生是帮人治病 救命的 不讲究钱的 病治好了 你送一点礼物 给医生 家庭富裕的 多送一点 贫穷的 少送一点 实在很穷 送不起的 连医药 医生都是 不适的 哪有计较 这个医药费 哪没有计较 这些的 所以这两种人 虽然很辛苦 在社会上 是倍受憧憬 只要知道 你是医生 是教学 老师 没有不恭敬 走到任何地方 人家都把你 当亲人一样看待 来照顾 现在这种风气 看不到了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知道社会变性 跟伦理道德 因果全脱戒了 现在怎么把它带回来 这要靠智慧 这要靠 待众生苦 我们真的做榜样 给大家看 古时候帝王 可以做到 事不成为 这什么意思呢 一个菜 没有第二个菜 做帝王 他能做到 都是为众生 勤修善根供养 善根是什么 佛法里面讲 三善根 不贪 不贪 不吃 这三善根 翻过来 这是三土 勤修善根 就是把这些 负面的 不善的这些心态 都统统放下了 自己才能想象提升 才能帮助社会 苦难 一切 真的 从恭敬当中 从真诚心 慈悲心 见到 听到 接触到 这就有缘 有缘就要 撑出援手 去帮助他 我们在开风气 让社会大众看到 都能够学习 有福报的人 帮助贫穷 没有福报的 有智慧的人 帮助这些愚痴的 统统要把他照顾到 尽心尽力去做 就是圆满功德 在佛法里面 善根 善根起的作用 就是对于 孤身先贤 对于佛菩萨的教会 他能相信 他能理解 这善根 他能依教奉行 那是福德 他有福 能信 能解 而做不到 他没有 佛报欠缺 真正有福 他就正干 不学菩萨业 那 业是四业 菩萨四业是什么 过行过业 全是菩萨四业 只要你是菩萨 那就叫菩萨业 所以菩萨业不是有个特定 任何行业 你是菩提心 那就是菩萨业 所以他底下有一句 不学菩提心 那菩萨什么意思 这儿不敏 就是菩萨了 不论干哪一个行业 我就用我自己的本行 就付物 社会大中 那么释迦摩尼佛 干的这个行业 教学 在古时候讲 是私俗老师 他没有正式的学校 他也没有正式的课程 他是应人识教 跟他学的人很多 在那个时候 印度跟中国是一样 没有统一 都是部落的这种形式 全是小部落 你看佛陀生在 我们中国周朝时候 我们中国书里最记载的 他老人家出生 周昭王二十四年 家寅 家寅属老虎 灭度在周末王 所以照中国人这个说法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灭度到今年 按照中国历史记载 在这个年代 三千零三十七年 跟外国人讲法相差 差不多六倍 他外国人讲一千五百多年 差不多相差六倍 这我们都用不住去计较 这不重要 所以周朝那个时候 中年这一代 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 还不到诸江 那岭南这边还没有 不到这边 就这块地图 八百多 就是八百多个小国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的国土 有一百里的就是大国了 二三十里的小国 小国就像我们那个村庄啊 大国也不过像我们那个乡镇啊 一个县都不到啊 所以在那个时代 所以中国古籍里都很少讲国家的 他都讲天下 那个时候的天下 就是中原这个地区 叫天下 称天子什么 大家尊称你 天子没有实权的 他没有行政权的 每个国家都独立的 天子什么 他这个国做得非常好 完全把圣贤教会统统落实了 就等于说一个示范的 模范的城市 其余的这些小国 都到这里来跟他学习 尊称他为天子 那是以德福人 不是以利乐 你真做得太好了 你影响到那个时候的国际 大家都佩服你 所以在我们中国这块 这块宝土 如果真正落实了 传统文化 做出一个好榜样 全整个地球上 所有一些国家 都向中国学习 中国自然就像古诗和天子一样了 离异之棒 和谐社会 做得到不是做不到 完全靠教训 古生献献就是用这个方法 我们虽然丢掉了一百年 一百年不算长也不算短 丢掉一百年 敌运还是很深厚 我们唐指晓郑族的事业 很短时间就把人的良心换回来了 不好意思在做不善的事情 所以人有良心 不是没有良心 没有人教 没有人唤醒他 所以不学 菩萨业 不学菩提心 菩提心 我们很具体的来说 就是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觉 自卑 就这是个词 奇心动力 没有离开 这就是菩提心 对人 对死 对我 真诚 别人对我虚伪 我对他真诚 绝不吃亏 不要怕吃亏伤大 决定不吃亏 不伤大 你用真诚心对人 纵然被你骗了 被别人骗了 你要想的 我们是往上升 他是往下坠落 你怎么会上当 哪有这个道理 尤其你懂得因果 命里有的就是有 命里没有的求不到 他骗了我 骗去没有死 说明他命里有 骗了我 他命里没有的时候 骗到时候就出事情 不是生病就是灾难 他就会碰到 所以懂得这个道理的人 何必用不正常的手段 错的吗 《易经》里面说的好 极善之家必有于亲 极不善之家必有于羊 那讲因果了 所以这个菩提心 发菩提心 那这就是行菩萨道 你所做的一切事业 统统是菩萨业 笛下说善难词 如前供养 无量功德 这个前就是这边说说的 无量功德 比发供养 一念功德 百分不及 千分不及 百前居指 懦由涛分 茄陀分 蒜分 素分 玉分 幽泼 泥 沙陀分 一不及 这个都是用比喻来说的 那功德太大了 没有法子能够相比 好意 为什么 一助如来尊重法国 一如设行 出身 祝福国 经干净分 大千世界气宝不时 不如 为人说四句祭的功德 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 所以经文里面讲 夹令供养 横杀身 不如金庸求真 金庸求真 自己求成佛了 这个要紧哪 一切祝福如来 他对你 希望什么呢 希望你快快成佛 而是 不是希望你对 祝福菩萨的供养 他们不需要 那是希望的 那是希望你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怎样报佛门 儒教修行就是报佛门 那佛教我们什么 这个要知道 在建宗法门里面 教导我们 无量寿经上所教的 法菩提心一向专念 八个词 法菩提心就是真真心 念念 不舍菩提心 念念与真诚相应 对人对私对我对我 不要怕 我都是真的 人家都在骗我 把这个放弃放下 不要去顾虑这个 你用真诚 你跟佛菩萨感应到就 不怕别人欺骗我 古人讲得好 吃亏是福啊 既然吃亏吃福了 你吃的亏越多 我福不就越多吗 吃的亏越大 你福报不就越大吗 不就这个道理吗 你为什么不肯吃亏呢 不肯吃亏想占一点便宜 福报就没有了 福就变成罪了 这个要动 不要害怕 决定会有福 决定有好处 所以要有胆子 真正信佛 佛不会欺骗我们的 越舍越多 舍财的财 舍法的聪明智慧 舍无为的健康长寿 多帮助受苦受难的人 那就是无为不实 国报健康长寿 他真感 一直这样做下去 无往而不离 慢慢自信里面的智慧 得向通通涌现出来了 那你真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尽 你才能够 帮助变法界 虚空界的苦难众生 那大师日菩萨 教给我们 也是八个词 杜舍六根 禁念相及 这就是 兼勇求证句 都舍六根 就是舍心 普通人 心都是源外头境界 都是源 才在 明是谁 他就圆这些 圆五一六成 他心都在外头 都舍六根 把心收回来 我不对外 我对内 内是自信 禁念相及 这个念是念阿弥陀佛 禁念就是清净心 不怀疑 不夹杂 相及是相须不断 心里头 念念有阿弥陀佛 无量寿经也是这个意思 发菩提心 一向转离开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目标 清净阿弥陀佛 一个方向 西方基督世界 除这个之外 是随缘做的 遇到有缘 走 行菩萨道 帮助苦难 随行菩萨道 心里还是阿弥陀佛 没妨碍呀 把功德回向给阿弥陀佛 我带阿弥陀佛做的 你看这个都有意思 我做一些好事 我代表阿弥陀佛做的 这就很好了 没有离开阿弥陀佛了 一佛念佛 先前当来 必定见佛 无论干什么 都是念佛 都没有离开念佛 这就叫 金庸求真教 如果我 是才 想得才 是法 想得聪明智慧 那就不是 不是金庸求真教 我无论干什么 我都是求 往生西方基督世界 阿弥陀佛 我大慈大悲 看到苦难人都会帮助 我看到了 我代替阿弥陀佛 帮助苦难人 我一切都不想 只想 早一天到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见面 这就对了 这就是 金庸求真教 一心念佛 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 我们就学习到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